县府赤字五千万在竹山打造的竹梦亲子公园日前正式动土,也预计明年底完工。 县长林明珍先生在及他相信后续公园的相关规划需求,在县长许淑华上任后,都能够鼎力协助,让竹梦亲子公园顺利来完工启用。 一定在明年112年的11月可以完工,这种工程会是五千万。做好之后,给我们这个亲子,爸爸妈妈带小孩子来这边游乐,亲子共享一个游乐的一个环境。 施工这段时间,如果有需要再增加其他新的设施,我们可以请执山证明来向我们新的习县长来做建议,如果需要补充更好的游乐设施,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满足大家的需求,来把它陆续的实施完成。 仙运有好感谢林县长服务地方的用心,也相信许县长接任后,能够协助完善竹梦亲子公园的相关规划。 我们也是再次要肯定我们林明珍县长,还对于我们竹山,还包括南头县,还不仅是这个竹梦公园以及过去八年,还对我们县镇推动跟地方的付出,还说话县长也一定会去感受到我们乡亲我们居民的一个需要,还来让我们这边的设备能够更为充实, 那也能够让我们这边许多乡亲可以带着小朋友,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原地。 竹梦亲子公园受到地方乡亲的期待,如今能够来正式动土,先怨无略放也感谢县福的用心。 来做竹梦亲子公园,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,竹山这边非常的高兴,大家有一个休闲的地方。 我刚才不输于我们那个民间那里的亲子公园,规划得非常漂亮。 很感谢我们县长跟镇长他们的规划,非常的棒。 竹梦亲子公园先怨,蔡梦儿争取许久,现在能够来施工动土,他也感谢县长林明珍的用心。 我们去年定期会,孟儿也有提案,民间的庆子公园做得相当好,是不是能够在竹山也一样来设置一座庆子公园,让我们竹山的乡亲能够非常的方便,也能够带动我们青年返乡。 让年轻人觉得说我们竹山是一个很好居住的地方,所以也很感谢我们林明珍现场在这么快的速度就来施工,来动土。 议长和尚峰祖福竹梦公园相关工程一切顺利,让这座庆福地方的公共设施能够早日呈现到乡亲面前。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。